跟立将军来请教 就是说日前这个陆籍的快顶 闯入淡水河口 海巡雷达到六海里才锁定 好另外有海巡人员向您爆料说 海巡的雷达操作手要五年经验 才能够精准判断荧幕的讯号 但是离退率有高达一成 好另外马英九在任内花了241造舰 蔡英文任内已经花了800亿造舰了 结果呢舰比船员还要来得多 没有足够的官兵上船 另外呢还传出建造3000吨的海巡舰 但是没有办法降落直升机 我特别要说这个海巡这个单位 其实我以前也在海巡 也在担任过海巡的任务 这个真的是事不相 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了 一二十年了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做一个整合 因为海巡来讲 你经常听到人家讲说 海巡官兵官兵 海巡这个单位很奇怪 它有三种身份 它有军人身份 有警察身份 还有文职人员身份 那三种身份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 待遇福利或者是离退 或退休时间都完全不懂 军人来讲是比较军人 你什么阶级 你做几年你就必须要退休 那警察来讲 跟公务人员是65岁退休 所以你把这些人 弄在同一个单位里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同一个单位 我们同一个办公室 就我是做同样工作 但是我按照规定来讲 我40岁就要退休了 然后接大使 我们两个做同样工作 结果他是可以做到60岁 我觉得这东西来讲 你这么多年了你应该要整合吗 当初你是因为怕说损害国家形象 好要叫陆军军队去守海防 影响国家的戒严形象 民主形象 所以你把陆军 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改编过去了 各位讲你觉得不相信 那时候改编有多粗鲁 就说上面直接说 这个师 对不对 就直接变海巡了 然后那个师 全体官兵从师长到以下每个兵就换了衣服 然后他就变海巡了 是这样子直接改编过去了 没有说经过个人意愿调查 或者经过什么国家考试 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换了衣服就变海巡了 那时候叫暗巡 就是海巡里面分暗巡跟海巡 那警察就是以前的保机总队改编的 好那现在来讲的话 弄完到现在为止其实问题很大 第一个我特别要讲 你海巡来讲的话 当然现在来讲少子的话 部队人员越来越少 你替补的人员 是义务义的都已经不够了 对不对 那你更何况说是志愿义的 那在这种状况你人员少 你是不是应该采用科技来执吧 尤其我们自己 认为我们自己是科技大国 应该来科技执吧 我跟各位讲你绝对不相信 你知道现在来讲李仲威 就前任的海委会主席 他居然做了一个决定 他下一个什么命令 把已经废弃的钢绍 就是那钢绍原来可以用 科技执法取代的 譬如说我可以在那边装雷达 我就不需要那么多个钢绍 在海边叫阿兵哥 拿望远镜在那边看海了嘛 我直接可以用雷达看 但是因为这些设施不够 就变成把那些飞机的钢绍 重新再用 就继续叫官兵回去 拿望远镜去看海边 所以又要更多的人 那为什么这造成这种情形 譬如说科技执法很简单 我们现在刚刚前面我们讲无人机 你知道台湾无人机有多扯 这海巡的无人机 他说我们用无人机来做海岸的巡逻好了 结果我们买的无人机是抗不了风的 台湾东西的时候东北击风一大 那无人机没办法击飞 买了20架 结果封存在那边没有用 然后我们用这个夜间来讲的话 我们不要派兵去巡逻 去海边巡逻 以前我们土方法枪还上尺刀 到海边去巡逻 怕这个茶道撕销或毒贩 走私的毒贩 或甚至于碰到这个水鬼摩案上来 我们就拿了枪还上四刀巡逻 那现在不用了 我们用这个热显像仪 叫什么呢 叫FLIR 夜间热显像仪来看 对不对 用这东西来看 晚上的话 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 结果买了几套 全国买了十套 然后有三套从到外岛去 七套在台湾只有七套 那你想想看台湾 海岸线有一千多公里 七套够不够用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是装备的问题 如果说你要走科技花案 你应该要把钱花在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很认真去检讨 然后对于人员来讲的话 你有没有照顾好 为什么离特务率又那么高 我跟各位讲 但那天昨天人家跟我讲 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我们国军来讲 我们都知道 雷达操作的时候 是属于中高级专长 属于高级专长 你看跟潜见的声纳一样 听那个声音听音变味 就知道说来的是什么样 一艘船距离我多远或干嘛 我要声纳手 那雷达手你看那个萤幕 你看那个萤幕多复杂 点点滴滴叫你去看 你绝对看不懂 那为什么要 那我们国军 我们自己国军 平常讲还比海巡还好 我们国军声纳 这雷达手他还有这个加几 就是他等于专业加几 3000块 那海巡没有 没有人家雷达操作手加几 意思说去年 上了新闻吵了半天以后 才给人家3000块 去年才给了3000块 这个雷达操作手加几 那雷达操作手 因为他是专业 他个人来讲 你后续你有没有给他安排 他升迁啊或者是 这个人都是希望能够 就是升迁改善家庭生活嘛 然后增加收入嘛 这是人的本性嘛 那你有没有这种 这么多的职缺给人家安排 或者他可以调什么事 没有不重视就丢在那边 因为海巡很奇怪 他是海 当初是警察跟军人并在一起 那他们有本位主义 所以他认为说是 我们要发展海巡海巡 我们优先发展海上的舰艇能力 那对于对于暗季的部分来讲 他就就觉得说不把你当一回事 所以说连这个雷达操作手 你都不给他加进 你也不安排他升线的管道 他当然就退休了 对不对 那雷达操作手最少要五年 他才可以很清楚的分辨 那个荧幕上面 到底那个亮点的亮度啊 或什么 是代表什么样的船只 这是第二个 那我们再讲说造船好了 那你造这个船会不反对啊 但你造船目的什么 你造那么多 你要有人去开那个船啊 我们这次从这个淡水河防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有没有人去操舟 没有人去操舟啊 连操舟人员都不够 后来是这个 那个偷渡客啊 自己开到岸边 我们暗许人员是在那岸边 等他船靠过来以后 才把他逮捕的 那你说有多离谱 难道我们发现说这条船有问题 按理说你应该 有快艇立刻去拦截嘛 去把这个船逮捕嘛 或去阻止嘛 我们海巡居然没有船去拦截 那你说有多离谱 你不要说光照大军舰 大的这个 每次叫蔡英文他们去检采啊 前两天这个 我们副总统对不对 萧美琴还特别去检采 永康舰什么舰去检采 他对国人面 你看 对国人面宣扬军威 我们有这么多的海巡署的船 有几百吨几百吨几百吨 我跟各位讲 你照这些船以后 你没有船员 对不对你现在来讲 你敢不敢承认说 我希望立法委员去了解一下 到底船员数目够不够 我觉得像这些都是问题 那你造了这么大的船 你这些船应该要有直升机嘛 这样子方便你巡逻嘛 你造这些船没有直升机 所以我再讲一句话 这些船是谁造的 是哪个造船厂去造的 大家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都是这些公司 在造这些船 背后可能又有所谓的猫腻了 对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啦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